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全世界 阿扁总统已经在感觉里面 关于不成人形 情况本来是可能更严重的 还好有一群朋友 默默的每天在帮阿扁送餐 让他能够吃的比较自在 吃的比较安心 那这群朋友他们是谁呢 今天我要了两个朋友到节目上来 来谈他们跟阿扁送餐的一些心情跟观察 那今天来的两位朋友 一位是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助理 他叫做周淑瑜 周小姐 周小姐你好 黄玉大哥你好 我是淑瑜 大家好 你送多久了 我们四月离离送到今晚已经一年了 对 另外我们邀请的也是送餐的志工 叫陈孟娟 孟娟你好 鸿瑜大哥好 我们三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娟 好 那先请教一下这个淑瑜 就我们送一年了 送一年了 送一年了 近情是什么人在送 近情的部分 我们比较不了解 因为他在北部的时候 他在砍修所 还有后来转到荣总 这段基金 可能有其他的阿扁们 在帮他上餐 详细的情形 因为北部 我们比较不知道 他是送到什么 所以他是移到台中监狱去 那才可以开始你们再送 对 那是什么人 拜托你送还是怎么样 这部分 我们就是 变成说 他四月十九号 那叫他移间 因为台北 移到台中监狱时 到二十二号三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可是知道 阿扁那时 状况非常坏 然后好像也 就是抱着那种 必死的那种决心 所以他的心情 现在很不好 然后就是都没吃 他一开始应该是都要吃钢肉的 他都没吃 然后就有一些 知道中部社团的人 就去问 说什么人可以帮忙 让上身 上外面的东西 让他吃 然后就问到我们家的时候 看起来就跟我们 做的有办法做 是怎么说 只有你们有办法做 因为 那时 他们有在说 他们感觉 既然他们在台北 现在在荣种 那个肩尾已经有 说要让阿扁要居家治疗 对 已经有做过评断 可是 他是连夜去送下来 所以他们就是感觉 那时 他的身体已经这样 他又渐渐要把他送下来 渐渐来 表示说要让他出来 嗯 他们有一个 感觉要长期 会打算 那中部 如果是 知道的人 知道大地文教基金会的人 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团体 如果要叫个人 去做这些事 如果是长期来说 怕大家做不了 所以他们就有 叫人来问 我们看 可以帮忙吗 所以 是什么人叫人来问 就是 像一些阿扁们的这些 比如说 也有医疗小组的人 成员 问说 转转的 看什么人感觉比较少 可以问 看说 我们有这个医院吗 所以 现在都是大地文教基金会 对 你送就对了 那大地文教基金会 你有方便先介绍一下 它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部分 要叫志刚说一下 好 那孟娟来说 好 其实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 是为它 1999年开始成立的 那因为它是一个文教基金会 所以它是在 在做文化和教育的部分 主要的文化和教育 是希望说 以台湾为主体性 来做这个提供 那当然它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 譬如说一开始是办一些 嗯 诶 这巡回的一些 譬如说演讲 顶顶顶顶顶 那一直到最近 最近的一个阶段性任务 就是提供 立立把台湾生的这个信用 希望说台湾的信用 是以台湾为主体性来出传 啊 也因为这个信用 所以 有一定的志刚 有同样的信念造会 那头的这个团体 我们才有法度说 帮阿扁总统来上餐 因为 每天都要上餐 上餐 那一天是三餐 大家都这样 三八六十五天 不管是过年 或是放胎 叮叮叮叮叮叮 都不能停 因为如果没有上餐 他就不能吃 所以这个团体就是 因为有这个信念 才会来给总统送餐 所以你们 早上也要送一趟早餐 中午要送中午餐 不是送晚餐 不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 我们送中午到晚餐 那晚餐 那会把隔天的早餐 现做的面包先把它串进去 他隔天再起来 他就吃面包 吃胖就好 吃胖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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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在下面 有东西提供餐点吗 他怎么不吃 这个部分就是 刚才有说到 他来的时候 他抱着已经感觉烘烈了 他已经发现了 他因为已经没希望了 会感到死了 所以他那来的时候 他六月份 他有自杀过一次 在台中 看来的时候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台東這邊可能也會怕 因為他有說過 他在台北受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他是不願意說得很悲 可是聽起來就是 他在那時候 整個身體狀況 整個好像被影響 是吃的關係 吃的關係 影響他的身體健康 他這樣懷疑就對了 所以他就不會吃 他懷疑食物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他是不願意直接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去裡面看過他 就是我們上餐差不多 兩個多月以後 他要跟我們感謝 就說我們去改特建 他就是跟我們感謝 我們知道他好像有這種疑慮 所以他不敢吃 台東這邊怕他如果沒吃 他可能會真的會安全 所以特別通融 你們是去外面買便當 要給我吃還是自己煮 不是 我們三餐都自己煮 是在你們家煮的嗎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我們一個禮拜七天 然後七天都有不同的 我們分配就是 一開始知道要接這個任務 我們就跟這些媽媽 自公找來說有什麼人有議員可以一直做 就開始來排班 如果一人看有的人他那一天 這幾天都是這個媽媽在煮的 因為到煮的餐 什麼人上餐 自公都 大家都把那個班表都把時間控制出來 特別有這些事情 就開始這樣照顏 我們就照顏 我現在看到班表 還有菜單 八餐的拜的是面照 開車的是戰儀 就是我 我戰儀就是你 為什麼也有這戰儀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到台灣新都 我們都有一個道名 同修一起共修的名 道名 道號 所以你的道號是戰儀 孟娟的道號是什麼 我是戰修 戰修 修煙的修 修煙的修 阿餅呢 他是戰凡 超凡入勝的凡 平凡的凡 但是他是超凡 超凡立正的意思 超凡入勝 戰凡 OK 好 阿餅拜日中到時候是吃 苦瓜白骨湯 香煎烏魚子 我吃不錯 那是偶爾 那是有人特別嫁夫說 拜託把這個東西 用給阿餅總統吃 有人嫁夫 有人特別嫁夫說 因為這是 因為我們一般的家庭 這媽媽 其實我們家裡吃到 是很簡單的東西 如果出現一些特別食材 那就是特別嫁夫 指定說 這個東西要不敢吃 留給阿餅總統吃 香煎烏魚子 別忘了要放一點蒜頭 蒜青 對 還有加一些什麼 蘿蔔絲嗎 蘿蔔 蘿蔔片 還有一個是洋蔥炒蛋 青江菜炒香菇 馬鈴薯沙拉 肉粽 還有白飯 這是中道等 看起來是不僅要營養 而且是很健康 那蘿蔔 我還有蘿蔔 這算是不時要的蘿蔔嗎 對 就是怕說 他可能 因為我們傳這麼多種東西 就是想說 他如果不愛吃 他可以自己替換 他想要吃什麼 怕他吃完 如果是餐與餐之間 如果是肚子餓 可以吃蘿蔔的蘿蔔 蘿蔔 蘿蔔是吃 有上玉盒包 古物棒 還有鳳梨 還有紅豆芋人湯 那晚上吃什麼呢 晚上是吃 衛生豆腐鮭魚湯 再來滷雞腿 還有滷蛋 還有菜豆炒杏包菇 還有一個炒大白菜 還有一個是白飯跟麥 稀飯 隔天的早餐是芋頭麵包 還有椰香麵包 可能給他兩種麵包的樣子 你千萬不要讓他吃麻肉 麻肉 我老婆在吃麻肉 吃下去看會中毒 在日本有人在賣麻肉的殺心 你知道嗎 你如果吃麻肉 他知道麻肉 他不知道心情是什麼 會見到 不然他會吃他的骨 給他的肉 OK 好 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每天幫阿扁總統送餐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助理 是周淑宇小姐 還有送餐的志工 陳孟娟小姐 孟娟你沒選班嗎 剛好最近是鼻炎 鼻炎完在做自己的事 最近出兩分子 所以這個基金可以送餐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只是送拜六 因為拜六有用 最近因為有這個空檔 所以也送拜三的餐 也送拜三 拜三、拜六你付出就對了 因為拜三和拜六是我們家備餐 我媽媽煮的 所以直接為我們家送去 OK 你們自己的朋友吃到阿扁吃到有不一樣嗎 因為我們家 其實應該大部分的處理的情形都一樣 就是我們處理吃什麼 我們就幫總統送什麼餐 所以其實我們送的餐 餐是比較加常菜 因為不可能一個人 365天都吃飯堂 還是外面那種很油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希望總統 吃比較健康的吃家常菜 而且這些餐 其實都有經過醫生來做一些指導 希望總統吃比較清淡的 吃比較健康的就是 另外一個用意 也希望他可以比較開胃 因為之前聽說他都吃不可以 我希望用這些比較清淡的菜 看他的促進食慾 必然要吃比較健康 因為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人生比氣長 他要看 他要看MindQ的下場 所以他才有健康 要身體要擁有 看兩個人以前長過 所以孟娟你是 什麼比還是你博士班嗎 修士班比 你說你倆本職是什麼職 最近 這個月底六月底要出的 是我自己的藝術論文改寫的 是關於台灣神的信用 什麼 台灣神的信用 台灣神的信用 第二本職是和李小峰教授 合著的 二禮拜 消失的台灣精英 消失的台灣精英 二禮拜消失的台灣精英 自己的戰略改拜 對 那台灣的戰略 我們要拜什麼人 基本上大體看來都是有 所有的普世價值 就是他們他們所追隨的 是自由民主人權 而且是在台灣這個土地 我們所知道有史可考的人物 我們應該追隨他們的精神 然後用這個方向來 用信用來立國 譬如說 舉例來說 裡面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電南龍 鄭南榮 大家都知道 他追隨百分之百 鄭南榮變成台灣神就對了 對 他來做是我們應該追隨的一個精神 其實台灣神所說的就是台灣的精神 鄭南榮議員還有什麼 還有譬如說 二禮拜是台灣一個最代表性的一個駙駛 在二禮拜的這些事情裡面 我們最知道的就是王天丁 因為他當初算是一個抗爭的典型 他提倡高度的自治 台灣應該要自己主持 在那個年代 也沒有說到獨立 但是就是主持 所以我們也是追隨他那種 敢為了人民來發聲的那種精神 那時候那些都要抗爭的 對 你那個社會的氣氛 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有四十九位 我先舉這兩個例子 主要就是拜台灣神的意思 就是追隨他們的精神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人 他們當初說 面對的整個大環境 他們所遇到的困難 他們都要去解決 還有他們的理想 他們的訴訟是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人 來知道台灣的歷史 而且這些人都是在台灣這個土地有史可考的 不是說風神蹦 或是那種 可能是下出來的這種人物 台灣神的信用 你開多少時間下 我的論文是下兩年 兩年 但是前前後後因為一直都在研究這個問題 所以 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 所以一直都希望讓大家知道 現在台灣正在進行的社會運動 我跟它歸類是社會運動的一種 因為社會運動有很多種的 但是台灣台地文教基金會用的社會運動 其實我是要跟你說的意思是說 你要說 這本歲我生很久 因為我花很多精神 很精彩 我只會說 我說兩個 如果大家又要了解 47個去買菜來看 這樣就好了 我想問你大哥 OK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助理 是周淑宇小姐 還有是宋餐的志工 陳孟娟小姐 兩位 兩位就是在幫阿扁總統宋餐 因為對台灣有說話的人 我都會讓他們可以宣傳一下 所以要宣傳你的書 謝謝 OK 好 那這個兩位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談 好不好 先休息進廣告